王倩 這是鴨仔蛋 你看看 太怕了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好了 訪問 CA 那這個為什麼要吃小鴨子 小寶寶 你知道有的人說 鴨仔大的鴨子 比較大的 五隻頭痛的 男生式的橫骨喔 是對生小孩方面很有用嗎 不是 那個男人啦 男生 怎麼講呢 我們兩個這有點害羞 所以不要說這個 先方便 方便講 對 因為這個對男生比較有效 而且幼稚頭痛 我蝴蝶都不會頭痛的 所以不敢吃 我要帶回去給那個蝴蝶哥吃 蝴蝶哥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我帶鴨仔蛋回去給你吃 蝴蝶 你真的是傻人不知道怎麼報 這個鴨仔蛋在越南 可是回春保健的聖品 每天要來上那麼一顆 可是可以永保青春的 這家小吃店 除了有賣美食之外 還有賣各式各樣的雜貨喔 你們看 我剛剛以為連礦泉水都有賣 還想喝喝看越南的水 有什麼不一樣 結果嚇一跳 原來它是白醋 有沒有覺得我很厲害看得懂 越南文 有對不對 因為它上面寫國字 你看 白醋 還有還有 最特別的呢 是這裡有賣當地的蜜餞喔 老闆說可以讓我吃吃看 所以我連剪刀都不準備好了 是不是跟台灣的有一點不一樣 它外面還有包裹了一層糖粉還是什麼的 試試看 好硬喔 舌頭碰到怎麼有點辣辣的 它的口感跟台灣的蜜餞不一樣 它吃起來口感比較紮實 是有一點偏硬的感覺 然後不但有酸酸甜甜的感覺 還辣辣的耶 在這裡 除了有好吃的越南料理可以吃 如果覺得自己歌喉不錯 也可以隨時來高歌一曲 本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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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如果你有經過桃園歸山 不妨也來這裡吃吃越南美食 保證不用出國 也可以吃到道地的越南風味喔 老大你也回來了 你回來了 我踩到你的腳耶 我踩到 你怎麼樣 你那邊越南菜好不好吃啊 我問你好不好吃 你唉呦個頭啦 我問你越南菜有好吃嗎 越南話的好吃就是唉呦啊 真的喔 怎麼那麼娘 唉呦 唉呦 我現在已經變一個大男人 我們柬埔寨的好吃 還有韓國好吃 怎麼說 好 我不要玩了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喔 接下來這個我們旗艦店 總部要我們來到 師大夜市對面這一條街 短短50公尺 進來你會看到番 我跟你講 趕快跟我走好不好 好 唉呦 馬先生喔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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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吃西藏的好吃的咧 好 謝謝 OK 走 進去的咧 走 謝謝 進到這家小店 看到滿屋子西藏風情的陳設 耳朵傳來輕快悠仰西藏音樂 真的突然有置身西藏的感覺 唉呦 再看到大家津津有味的吃著各種道地的西藏料理 就知道了 來台灣已經十二年的老闆 桑登多姊 憑著一手好廚藝 在滿屍一鍋料理的師大小巷內呢 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喔 可是老大西藏料理我很陌生耶 你…你有吃過嗎 唉呦 我是老大耶 那還用問 當然是 沒吃過啊 不過沒關係 人家裡那麼多喔 到底這道菜是什麼風味 我們問一下就知道了 裡面是什麼 裡面好像那個 我們那個叫什麼 胡椒餅 裡面一團肉 我覺得非常好吃 你們可以吃一團肉 因為它其實外面是炸的 但是其實不油膩 然後… 然後就覺得那個皮酥酥的 很好吃 又有點像甜甜圈的外表的感覺 形容得太好了 西藏的髒包 髒包 這怎麼吃你會嗎 傳說中的 不會耶 是第一次看到的 這是分隔的髒包 西藏的髒包 怎麼 直接用什麼 要直接用這樣子吃 你試一試 我先吃一下 蘸一下這樣 你不是這麼多餓吧 吃完然後再捏 對 捏一捏 然後再重新吃 好好笑喔 我跟你講 我剛剛已經看他在各桌都是這樣 對啊 他可能現在吃一吃他就走了 不買單 對啊 我剛剛想一直吃蘸八 他們說 他們說 等一下…好像忙 沒有 是喔 對啊 對… 你吃了滿多了 今天 很飽喔 我完全不用吃了 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 沒有味道的麵粉糰 但是還滿 就是 配料之後吃下去還滿甜的 喔 是甜甜的 聞起來也滿香的 像…像饅頭嗎 有點像 但是比饅頭的口感再紮實一點 哥哥點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是 藏式手工拉麵 我是點牛肉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手工拉麵 對對對… 麵疙瘩 對 麵疙瘩 麵疙瘩怎麼這麼薄 這麵疙瘩怎麼吃啊 妳要不要示範一下 有了啦 這不好意思 這我們… 這我們知道怎麼吃 還有老大 這位先生叫羅家 他也是餐廳的股東之一 人家可是熱心得很耶 要教大家怎麼吃出 道地的西藏風味 是這樣喔 真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還以為 他是來白吃白喝的 不過經過大家的推薦 真的也好想來吃吃看 這西藏菜 到底是什麼滋味呢 那還等什麼 說到吃我一定跑在冰衣前面啊 欸… 我們是來吃飯的 又不是來開化妝舞會的 你穿成這樣是怎樣啊 你沒聽過入境隨俗喔 來人家這裡做客 當然要打扮得體面一點啊 對喔 來了 老大 麵蠻愛情比較漂亮喔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在看什麼啦 好好玩喔 在開西藏紅袍喔 而且我穿得好漂亮喔 你看我這是正統 傳統的那種西藏女士 滿好 你穿得不錯喔 尤其這個帽子 你這個帽子戴上去好正喔 我都會想追妳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妳看 欸… 什麼態度啊 不過今天老闆幫我們準備了一桌 你看 一桌這個是喔 結婚才吃這麼豐富喔 好榮幸喔 也沒有啦 就剛剛老闆他是說 我們兩個人對不對 就放冒險 拜 今天就請大家這樣 不是 我們不會讓爸爸講幾件事 終於輪到我們了 真的 那還客氣什麼 好啊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子吃了嗎 不用管老闆嗎 要請老闆進來嗎 我還不想 我想說 因為新婚嘛 我們這件事嗎 對… 歡迎老闆 這應該是我們俗稱的 蒸餃 這口氣到底叫什麼膜 膜啊 好大一個喔 好吃嗎 好吃 而且它裡面的肉不會油 我也沒有吃 剛剛好用的比較多瘦肉 我們一般吃的那個餃子裡面 可能湯汁多的時候很多是油 它這個不會 再來… 這是什麼 有牧民族什麼少 就是肉跟奶最多 這也是他們補充蛋白質 最豐富的一個來源 這牛肉好有咬勁喔 真的嗎 真的 而且它切得好大一大塊 而且我剛剛挖的時候 發現裡面還有粉 我們拼蝦說拼蝦 拼蝦說肉 叫肉 拼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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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西藏叫什麼 對啊 我聽到剛剛 我們說拼蝦嘛對不對 我們西藏叫拼蝦 這個 養一頓牛肉 我們西藏叫拼蝦 西藏那邊有一點點 硬硬的比較喜歡 西藏人喜歡吃到那個口感 對 因為在山上天氣冷 咬起來比較不會餓 對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的感覺 就是那樣子 有牧民族 還有我們這個炒的 鋼蝦羊肉 鋼蝦羊肉 對 鋼蝦 鋼蝦 這是羊肉什麼部位 我看到有瘦有肥對不對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老闆 這是羊肉嗎 對 為什麼沒有燒味 因為你聞燒味 真的耶 羊肉不是會有一種燒味嗎 沒有 這個沒有 我們放香料 還是沒有那種 你知道什麼 羊肉 一般我們羊肉會有什麼味道 你知道嗎 大概會有這種味道 沒有啦 開玩笑 好嫩 可是它有一點點甜 小小一點點甜 那個甜是哪裡來的 我喜歡西藏蛋 西藏蛋 是香料 對 那個香料本身就甜 老闆 老闆很緊張 是哪裡來的 西藏蛋來的 又沒有做壞事 你不要緊張 好 期待很久的 對 剛剛那個客人 對 你的肉餅 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它裡面的肉 雖然是燒肉 可是不會很乾 然後還是有一點點肉汁在裡面 然後外面的那個麵皮 它比我們的那個 鵝爹的那個麵皮 再更柔軟一點 很好吃耶 鑽打舌頭 怎麼這麼辣 說 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辣椒 番茄 番茄 難怪顏色這麼漂亮 還要放 紅蓮 紅蓮 那個洋蔥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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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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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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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嗎 妳知道 外國人 聖誕節的時候都不吃薑的 妳知道嗎 因為他們在聖誕節都會唱 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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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薑 薑就不吃薑 免費的西藏料理大方售 怎麼吃怎麼送 廣告後馬上回來 有名字 有名字 冒 薑 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